还有过去我们常认为 失智症应该是老年人的疾病 不过现在在英国医学杂志 最新的研究就发现了 记忆跟心智衰退 其实在四五十岁的时候 就非常容易发生 包括像是失眠 精神补济 或是记忆力衰退 都有可能是失智症的前兆 他竟然用手 直接拿脚子装进了口袋 爸 你干嘛呀 我儿子最爱吃这个 忘了全世界 却忘不了儿子最爱吃的食物 短短的影片感动了百万人 唤醒大家对失智症的重视 但你知道吗 失智症可能不是老人病 征兆最早四十岁就可以看得到 忘东忘西啊 失眠 当你有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 长期累积下来 如果没有赶快去补充一息胆碱 那慢慢地就会变失智 现代人生活忙碌 长期睡眠不足 会导致大脑神经传导物质 以息胆碱的匮乏 针对这样的需求 台湾生技团队自行研究 最后从常常被运用在化妆品的 积雪草中 发现可以补充以息胆碱的元素 我们去搜寻许多论文跟临床 就基本上都符合我们的需求 那我们就决定这样子去做 不过像这样的最新科技 药价可不便宜 一个月得花掉上万元的新台币 以示建议民众若要维持脑部健康 除了减轻压力多运动 睡眠最重要 怕失智就别熬夜 怕早睡靠屏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